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今天新闻的头条内容 还有不到24个小时 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就将拉开战幕了 与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有所不同的是 世界杯的开幕式往往没有盛大的仪式表演 而如此一些世界杯的开幕式 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有关世界杯开幕式的故事 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届世界杯的开幕仪式 1930年乌拉贵承办了历史上的第一届世界杯 本届世界杯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13支球队参加 开幕式当天乌拉贵首都蒙特维利亚的纪念杯球场奏舞曲席 13支球队列队出席绕场一周向现场的球迷回首之一 尽管有些简单 但是这毕竟是历史上第一届世界杯的开幕仪式 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开幕式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 大型文艺表演成为了开幕式的一个亮点 极具英国特色的服装和装扮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们大饱眼福 当然开幕式还是保留了传统的入场仪式 只不过这次出现在球场内的 并非是各职代表队的球员 而是身穿各队队服的孩子们 除此之外英国女皇的到来也为开幕式增添了一份别样的色彩 1970年的世界杯被寄予了厚望 不过与比赛进程展现出的艺术足球风赛相比 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略显单调 每个参赛队均由一位私仪举牌领进场内 后面跟着11个穿着参赛队队服的墨西哥孩子 球场一边是16个身着正装的军乐团成员 而在另一边则是揭幕战双方墨西哥和前苏联的首发球员 开幕式简短但是不失热烈 球场内飘洋的五彩气球以及球迷戴着的草帽 还是体现了轻松和谐的气氛 到了1974年世界杯来到了前希德 而主办方也是对世界杯的开幕式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首先是各支代表队的出场仪式 他们放弃了以往单调的球员入场 而是将喷着各国国旗图案的大巴使进了体育场 除此之外 美丽性感的文艺演员 也是这届世界杯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 高挑的身材漂亮的脸庞 让他们成为了世界杯上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单从这些细节来看 世界杯的开幕式正逐渐的成为了世界杯的一部分 当然这届世界杯的另一个焦点就是 新的冠军奖杯大理神杯的亮相 中国球迷第一次接触世界杯 还是在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上 不过除了看到最后荷兰队和阿根廷队上演的决赛之外 中国球迷还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 1982年 中国球迷终于盼到了世界杯开幕式的转播画面 除了有各支代表队依次进场的惯例以外 本届开幕式还充满了西班牙风情 一群身着西班牙民族服装的少男少女 用一段激情舞蹈掀起了开幕式的第一段高潮 最后文艺表演人员在体育场的中心 组成了象征着和平的白鸽图案 一个穿着西班牙队球衣的孩子将整场开幕式推向了高潮 小男孩抱着一支足球独自站在体育场的中央 然后出人意料地在那个足球上打开一个盖子 一支白色的和平鸽腾空飞起 场面十分温馨和感人 相信大家对于1990年的意大利之下都记忆深刻 不过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94年美国世界杯的开幕式 有了90年世界杯开幕式的成功之后 美国人自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世界记住这届世界杯的开幕式 而创新自然是美国人的专长 整场开幕式尽管大型文艺表演是重中之重 但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这样一幕 一名女歌手一路狂奔等待她的是一个滑点球的机会 虽然她几次试图骗过守门员 但是仍然没有将皮球打进 而最终球门倒塌的效果则充满心意地 将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推向了高潮 2002年世界杯首度来到了亚洲 这一届由韩日两国共同举办的盛大赛事 同样给世界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幕式是在韩国举办的 因此韩国文化无疑是开幕式的主题 他们为人们呈现了一台充满韩国文化元素的开幕式 是表演《来自东方》 作为在欧洲和美洲之外举行的第一次世界杯 《来自东方》引起特殊而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刚刚过去的06年德国世界杯 不过本届世界杯的开幕式险些被国际足联取消 原因是国际足联认为开幕式会破坏体育场的草皮 好在经过德国足协的努力 开幕式最终还是呈现在了全世界的面前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开幕式 为了保护草皮 德国足协做了相当大的工作和努力 德国特色的舞蹈为开幕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最后球王贝里手捧金杯步入场内 让这场开幕式达到了顶点